大片吐石擋住雙向道路 民眾看了不敢再往前 因為山體非常不穩定 持續要吐石掉落 讓現場人員不敢掉以輕心 把電線又擋在那裡 對啊 說大家斷好幾條 也不知道什麼線 掉來怪手開始移出吐石 鏡頭拉近一看 一輛轎車就被壓在下方 事發當時這一輛車 剛好開過這個路段 卻被崩落的山壁壓個正著 駕駛座和車頂都變形 車門也嚴重扭曲 救援人員抵達現場 乾淨檢查駕駛的傷勢 可以看到老黃被救出之後 意識清楚 沒有生命危險 苗町南專苗21線東河部落附近 二號下午一點多 一輛箱行車經過這個路段 山壁突然崩落 車子被砸中 所幸六十歲的線性駕駛 只有頭部撕裂傷意識清楚 造成苗21線雙向公車中斷 目前警方與現場擺設交通錘 維持警戒 天氣不穩定 導致山區雨勢不斷 苗陵南專發生山壁崩落 好在人沒有大礙 不過真的是驚險一瞬間 今新聞趙經理許會美參加的